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不仅仅是大清的子民认为,清朝是无可救药的,就连清朝皇室之中的一些人也认同这种观点。 说到清朝的灭亡,我们最先想到的问题就是,清朝的灭亡到底是谁的责任? 很多人现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用想,铺口而出的,就是慈禧太后,毕竟这清朝的衰败,主要就是从慈禧掌权的时候开始的。 而且,当时也签订了诸多的不平等条约,让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普遍看法,但是我们并非深经历,所以对于历史的了解也不够全面。 而关于这个问题,溥仪却有着不同的答案。 我们知道,溥仪虽然曾经是清朝的皇帝,但是他的一生实质上是非常凄惨的。 他三岁的时候就被慈禧定为皇位的继承人,离开了自己的母亲,而之后,在六岁的时候,便被袁世凯赶下了皇位。 所以说,溥仪虽然是清朝的末代皇帝,但是清朝的灭亡和溥仪是没有半点关系的。 毕竟,当时的溥仪,她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孩童,她若是有这样的本事那才叫齐了。 溥仪的心中对清朝灭亡也有了自己的想法,她认为,翠魁祸首并非是慈禧,而是庆亲王一框。 1917年,当时的溥仪已经是十二岁了,并且已经退位六年了,但是袁世凯顾念着曾经的君臣情义,并未将她赶出紫禁城,而是运定继续住在紫禁城之中,并且每年会给溥仪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生活费用。 而这一天,内务俘成上来一封奏章,却是让溥仪大发雷霆,奏章上请求溥仪赐一个嗜好。 自古以来,中国的皇帝臣子死后基本都会有一个嗜好,这样的事情本也不是多么的奇怪。 但是,在溥仪看到上面的人名字的时候,却是直接气,被火冒三丈,提笔写下,幽、丑、幽、丽等字,这些字一看就知道并不是什么好字,这个令溥仪生气的人便是庆亲王一框。 展开全文,我们都知道,清朝有个著名的贪官和珅,但是,这一框所作之事,比和珅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他在晚清时期的影响是很大的,人们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,但是大多数都是敢怒不敢言,谁让人既是亡言呢? 溥仪生傅在风认为,这样的嗜好实在是有些不好,毕竟死者为大,且人家怎么说也是皇室子孙,地位尊崇,这样的嗜好,简直就是在丢爱新觉罗家的人。 但是溥仪不为所动,他坚定地认为,大清就是因为一框财灭亡的,要不是因为一框贪财收了袁世凯的财物,来逼迫龙玉太后交出权柄,大清能不能亡还是两说呢? 这样一个将大清三百年基业葬送了的人,有什么资格得到一个美事? 其实,溥仪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谁也不愿意。 成为一个亡国之君,但是说,一框是大清的亡国罪人确实有些泰国,毕竟以当时清朝的情况,这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